福特全新Toreo 实现新经济创业者与传统商务MPV用户 对于兼顾商务与家用的进阶需求 不断追求人生进阶与成就感 今天我们静态品鉴的这款 2023福特全新Toreo车身尺寸为4974毫米 2095毫米和1986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了2933毫米 短车头设计具备极强的欧洲气息 而新增的新阵中网LED大灯组 配合数值的LED尾灯 多幅式的铝合金轮圈等元素 则给外观增添了较强的时尚气息 Toreo标配了双侧手动侧滑门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7000块钱 升级为使用更加便捷的防夹电动门 在内饰方面 Toreo采用了全新的内饰设计 增加了连体大屏 赠维灯 突出了科技以及豪华风格 我们实拍的这辆Toreo 内饰为瑞亚宗的配色 多处配备了皮革材质的包裹 整体感显得很高级 而顶配版车型还会增加真皮材质 有着更强的豪华质感 中用台上新增标配的大尺寸连体屏幕 十分的显眼 这块大屏由12.3英寸的全眼睛仪表屏 与12.3英寸的触摸屏幕组成 前者可以切换显示不同的驾驶信息 后者则内置了车联网的系统 支持在线导航 在线娱乐 蓝牙连接 WiFi热点 OTA远程升级等使用功能 2加2加3的座椅布局 是Toreo的内饰亮点之所在 座椅都能提供不错的舒适性 而且车内的空间表现也十分令我们满意 作为VIP座席 第二排的两个独立座椅 可以支持前后加靠背调节 而且还配备有座椅加热 后排独立空调 电动天窗的配置 提升了我们乘坐的舒适性 而且车内的小型储物空间也是非常多 基本不需要担心手机无处安放 在第三排座椅可以翻转快拆 提供不同的使用场景下的超大后备箱空间 拓展方案 1360升的后备箱容积 可称得上是同级领先了 还可以轻松装载4个28寸行李箱 在车身细节方面 我们还观察到配备了倒车影像 倒车雷达等驾驶辅助配置 另外加6000块钱后 还可以选装L2级制型遵享包 增加这个盲区监测 开门预警 全速域自行巡航系统 自动几集制动 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保持辅助等科技设置 TRAO标配福特EcoBoost系列 4G20C6L型的2.0升 4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9速自动变速器 最大可以输出220匹马力 与350牛举 全系均为前置前驱车型 以福特立体座舱布局 全球新一代智能美学设计 健康智慧座舱 与一体的立体大空间商务MPV 福特全新TRAO 不仅在设计与配置上 给足了档次与这种品质感 而且是更配备了同级独有的 先进智能安全配置 和基于VAN底盘所打造的这种超大空间 在满足了常规商务接待 与日常家用外 还可以辐射更广泛的新经济人群 以及中小企业主 轻松应对新媒体 新零售等多面场景 让创业的斜杠青年大展拳脚